好 好 包括市議員林敏勳 連恩典以及 陳冠宇服務處主任 Banai 協助志工們把 剛炒好熱騰騰的大盤菜 從廚房搬出來 協助長輩老人家 打菜吃飯 帶便當 讓長輩們倍感溫馨 疫情期間 各區裡關懷據點都受到影響 老人共餐服務也都暫停 暖暖區暖銅里關懷據點也不例外 隨著疫情趨緩暖銅里里長李傳和 像辦喜事一樣 重新辦理上百位老人家的共餐服務 規劃一個禮拜有三天的共餐時間 今天是我們關懷據點的 這個廚房的生日 那也最主要要感謝林議員 這麼多些日子來 一直協助我來 將這一些設置各方面的安排都到位了之後 今天終於可以開火了 在這邊 我要謝謝林議員 她的協助 那所以說敏薰這邊也有建議這個經費 讓我們這個 滿頭裡的廚房 從裡面的重新的粉刷工程以及一些 價值的這些擺設 然後一些設備都逐步到位 那特別責定在今天 讓這個關懷據點重新開張 那長輩可以留在這個據點 大家一起來用膳 那這個最主要原因 除了是說希望說這個 公餐的部分 可以讓長輩吃的營養 吃的非常開心之外呢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一個 因為疫情過後了 那現在很多長輩之前都長期都在家裡面 那必須透過志工 逐一拜訪 逐一的訪事 那其實那個長輩在家裡也非常的無聊 那所以說今天這個據點落成之後呢 那透過我們志工的這個 大家一起努力 那讓長輩一起在這個裡面 活動中心 大家一起吃飯 一起聊天 互相的關懷 讓長輩走出來 不要只是關在家裡面 你看電視 電視看你 那這個對長輩的身心 其實也都不好 在我上一屆的時候 我就爭取經費 然後把這個老人用餐 這個廚房建置完畢 那因為一次也停滯了 都沒有用 那這一次我們李全河里長 也重新再升起爐灶 然後來用這個老人用餐的部分 然後將它這個啟動 我們今天看到非常多的這個年長的 來共同來響應這一件的好事 我想再下來有非常多的細節 必須要志工大家一起 來去承擔 然後把最好的呈現給我們65歲的老人 議員們也特地到廚房感謝辛苦 備餐煮飯煮菜打便當的志工們 特別是這間名為玉扇軒的廚房 更是在議員不斷支持完善各項廚房設備 才能在志工大廚們料理下煮出一道道好吃的菜色 讓中部細段做回來吃飯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道